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力渗透城乡区 一直主导着执政联盟 国民阵线 乌统他有党员三百多万 三百多万就等于说马来人差不多 有接近三分之一都是乌统的党员 那么如果他们加上家庭的成员 那就不得了了 你去到一个甘凤 你能够影响的就是他们的选民 他的铁粉 他的铁粉就是家庭的成员 乌统经历过好几次的分裂 最震撼人心的是在1998年 时任首相马哈迪 隔除安华的副首相和财政部长职位 并开除他的党籍 安华在独职和基奸的罪名下被判入狱 从此烈火墨西的政治改革运动 拉开序幕 催生出公正党 风水轮流转 乌统主导的国阵政权 在2008年和2013年的选举中 受到威胁 敲响了警钟 乌统一向以来 他维持了这个国家 跟马来人的西位 乡村区是占60% 非乡村区是占了40% 除非你能够打破他的乡村选票 要不然你要赢得了这个大选 真的是确实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个2018年 之所以能够突破呢 是因为突然间乌统的选票 减少了很多 你看他在那一年 2018年他只有54岁 他以前是110岁的 这个一般的西位不见了 这个不见了的西位 意味着他的政权 已经是寂寂可危了 2015年 时任首相纳吉 卷入伊玛发展公司丑闻 副首相慕尤丁 因为公开批评他而丢了官位 马哈迪和慕尤丁 率领一众巫统党员 另起炉灶 成立土著团结党 为了对抗纳吉 马哈迪愿意跟安华联手合作 领导西盟在2018年大选中变天 马哈迪成为过渡首相 承诺两年后交棒给安华 可是不到两年 马哈迪宣布辞职 马国政坛发生喜来登政变 最后安华也当不成首相 最近两人再次释放出 可能合作的信息 他们合作会造成一个笑话 很多选民会笑他们 笑他们不成熟 因为你们都已经合作过了 而且分裂过了 你又再合作 到底你图的是什么 2020年3月 穆尤丁跟国政 伊斯兰党等政党组成国民联盟 成为了首相 马哈迪 穆克利和塞沙迪等人 不支持穆尤丁任相 而被革除党职 斗士党和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 由此产生 穆尤丁在位20个月 因为失去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而必须下台 由乌统的伊斯迈沙比里 接替首相的职位 来届大选 受访的评论家认为 相较于西盟和国盟 乌统领导的国阵胜算会更高 但我们不能拒绝其他因素 例如《传统领导》 穆尼尼亚信 会在马来西亚的邮导 当然 马哈迪 穆克利和塞沙迈 会在马来西亚的邮导 当然 他的强力会在马来西亚的邮导 特别是在柯达 回去2018年那个选举 西盟所得的马来票 也差不多去到几点了 就简单来说 如果2018年 破不到那些马来票 2022年 我不觉得那些票会去到西盟 所以西盟能赢的 只是城市区的马来票 因为我们看回马六甲 柔佛周旋 其实土团党能拉的票并不少 只是说他的票 怎么拉的话 还是少过乌统 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以马来票 还是乌统会拉的比较多 之后就要土团党加伊斯兰党 之后才是西盟 至于曾跟国阵和西盟合作的 伊斯兰党 这次将和土团党一起迎战大选 分析家预测 伊斯兰党有望守住 东海岸的传统堡垒区 其实乌统跟国 乌统跟伊斯兰党合作 这个板块 我相信只要还没有到 提名人那天 无论极肯定都好 还是不能100% 伊党所有的票 我相信还是会稳固回去他那一边 毕竟伊党本身的支持的 都是会比较忠心 也比较乐意投回自己的党 他跳票的几率表面有那么高 如今前首相纳吉在监狱里服刑 乌统里面的党职派和官职派继续互相较劲 但是官司缠身的阿末扎西还是坚持 如果国阵在来届大选获胜的话 伊斯迈沙比里将是首相人选 最简单来说 巫统里面的斗争会去到什么程度 会维持多久呢 就看你这一次的成绩去到哪里 如果这一次的成绩是为差的赢的话 我相信里面的斗争 即使你光明正大都好 是不会迟到整个巫统分裂 因为分裂了每一个人都是输家 可是如果赢得大的话 我相信当选者不介意 失去一些国会议员 也不介意失去一些支持 因为毕竟那些支持 不同是可以拿回来的 这个星期六就是马国大选的提名日 国阵前天公布西马的候选人 阿末扎西确定出战 但是好几名亲缘首相伊斯迈的 原任国会议员被除名 不能再次参选 马来西亚的政治充满了变数 谁会跟谁结盟 谁又会反目成仇 我们静观其变 稍后的节目 我们把视角转向中国 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刚落下帷幕 各国领导人纷纷走访中国 中国的外交政策 在中美较劲的大环境下 会出现什么变化呢